作战能力的飞行员已经占到了飞行员总数的80%以上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双学式学历的飞行员成为飞行员队伍的主体 标志着航空兵部队战斗力水平的甲类团也已经达到了90%以上 现在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考虑时间11月1日正在新西兰正式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在新西兰基督城出席了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仪式并发表讲话 李克强说文化教育合作是中心全面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已成为新西兰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和成长最快的海外游客来源国 新西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也十分迫切 坎特伯雷大学与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强强联手 在新西兰建立又一所孔子学院 也是新西兰南岛地区第一所孔子学院 是中心两国在人们领域开展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这表明中心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涉及经贸领域 而且涵盖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 李克强表示中心之间虽然历史文化不同 但是双方相互学习借鉴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加深 语言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 是人与人开展交流不可或缺的工作和媒介 希望在新西兰举办的孔子学院 成为加强中心双方相互学习的纽带 在文化教育交流方面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孔子说 德不孤必有林 只要我们讲道德守诚信 就一定会成为紧密合作的伙伴和朋友 中心双方相互尊重彼此信任 已经成为好朋友好伙伴 相信双方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沟通 增加互信 巩固和发展传统友谊 推动中心两国全面合作关系 再上新台阶 同日李克强还参观了林肯大学师范农场 及乳品研发中心 考察了环保型乳液农场系统新技术成果 基督城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路易爱里的故乡 李克强还会见了基督城市市长帕克 当地时间2号 李克强离开基督城抵达惠灵顿 继续对新西兰的访问 新西兰副总理英格利西到机场迎接 随后李克强在新西兰毛利人事务部长 沙普尔斯陪同下 出席了毛利欢迎仪式 这是新西兰人民欢迎尊贵客人的最高礼遇 欢迎仪式后 李克强参观了博物馆陈列的馆藏文物 来看阿富汗大选方面的消息 一号阿富汗总统候选人阿卜都拉正式宣布退出将于本月7号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以抵制大选 这给阿富汗政局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随后宣布 即使只剩下卡尔扎伊一位候选人 第二轮选举仍将如期进行 在阿卜都拉宣布退出第二轮总统选举之后几个小时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的官员便表示 第二轮总统选举投票将照常在本月7号进行 因为宪法并没有规定 阿富汗